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一些东西是黏糊糊的 广府话就会说它是黏黏黏 或者是黏黏黏黏 黏黏的读音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不过写法未必个个人都知道 它的正确写法应该是这样 鼠字变了一个黏 这个痴 在古代这个痴字是指一种 可以黏着一些轻的东西 用来俗脚仔或者是鸭线之类的木胶 书上面记载过了 这种木胶二千多年前就有了 《庄子》是一本很多故事的书 其中有一篇达生篇记载 这样说 孔子看到一个陀佩人捉鸭线 用长长的一枝竹竿 前面就塗上木胶 只要他一出手 那只鸭线就跑不掉了 孔子就说 哇 那你好像可以手刀拿来 那那个陀佩人就说 他说没什么 就是我愿意练习 练习的时候 我在一支竹竿尾那里 放得着两个圆滚滚的弹丸 那时候呢 我的把握还不够高 放够三个不掉了 那我出手十回呢 还可能一回会失手 我一直练习到 可以在竹竿尾那里 跌起五个弹丸都不跌 那我用起那支竹竿尾 就绝对不会偏离目标 天地虽然大 物物虽然多 我全部的注意力 都只是放在那只鸭线那里 那那只鸭线便可以任职咯 孔子说 你说得真是太好了 练习到技术坦塑 再加上注意力集中 那就什么事不可以做得好呢 好 故事讲完 那我们回头说个痴字 痴 最初既然是用来黏着东西的胶 那念和痴的关系这么密切 广虎话呢 就将个念的动作都讲成痴 那现在我们很多广虎话的用词 都很轻用到这个痴字 比如说 讲话讲得不够清楚 有些音读不到 那就是痴尼根 形容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 那就是唐痴痘 如果形容一个人精神有问题 那就更加有趣 叫痴根或者痴线 想着 有些人以为痴线 就是痴痴呆呆的意思 所以就写成那个这样的痴字 痴线 那这种理解是错的 所谓痴线 就是说神经线黏了 就是所谓的疼痴线 那那些电器搭错线 短了路 用来就不正常了 就好像那些短路的电器那样 很难做得脱 至于那些胶水 糖胶 那样 又可以怎么说呢 那当然了 是讲成痴手 糯米粉章是痴手的 菠萝蜜就更加痴手 菠萝蜜就是大树菠萝 一吃完整只手 被他分泌出来的胶 就黏到实了 好多讨厌 吃过的人都知道 痴手的东西 本来都不是那么受欢迎 不过最近 很多人对痴手 是有了新认识 那样东西 就要讲讲佛山的武术前辈 叶敏 叶敏是泳春泉的宗师 他有一种独特的练习方法 就叫做痴手 那听人说 痴手 还是泳春泉的精髓所在 那你看看 人家那些痴手练习 双方就手搭手 各自根据对方的手法 招式的变化 来采取相应的手法 去应对他 那大家都想尽办法 去控制对方 而又不让对方控制 那至于他的手 怎样的粘习呢 真是对不起 我不懂 今天的《越讲越过人》 就讲到这里了 下期的题目是 《卖猪仔》 记得准时收看 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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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娅 各大 有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